轻松去除肝斑,肝脏排毒与按摩秘诀,肝脏不储存毒素,而是通过将脂溶性毒物,转化为血溶性物质来排毒。脂肪肝会影响其排毒能力。 那么,我们如何判断肝脏是否健康?是否需要排肝毒呢? 首先有以下几点。 1. 情绪不良,肝火旺盛,脾气容易暴躁。 情绪起伏变化大,是肝脏健康的第一个表象。 2. 乳腺胀痛,3. 指甲不光滑,4. 偏头痛,5. 脸部额头有痘痘,6. 脸颊两侧有黑斑。 如果身体发出以上这些信号,那么我们就要开始从饮食和物理调节方面来保护我们的肝脏。 护肝的食物有1. 十字花壳蔬菜,羽衣甘蓝,西兰花,花椰菜等,可以诱导身体的排毒煤。 3. 有益于肝脏健康。 2. 甜菜提高胆汁产量,促进毒素排除。 3. 浆果,尤其是蓝莓,可以减少肝脏纤维化。 4. 高质量蛋白质来源,如鸡蛋,草丝牛肉和富含脂肪的鱼类。 对肝脏健康也有益。 鱼类中的Omega-3脂肪酸,有助于减轻肝脏炎症。 5. 益生菌食品,如酸菜、泡菜、酸奶和腌制食品。 有助于肝脏排毒和减轻炎症。 7. 奶剂补充剂可以保护肝。 清除肝脏毒素和抵御炎症。 8. 姜黄是肝脏的抗氧化剂和抗炎剂。 而姜、蒜、柠檬汁这种天然的食材配方, 对肝脏和心脏都有着立肝见影的效果。 配方,我将在下期视频中和大家分享。 接下来,教大家几招护肝排肝毒的按摩手法。 首先,我们要知道几个学位。 1. 太冲血,正坐垂足,与足背第一。 1. 第二趾骨之间。 趾骨底结合布前方凹陷处即逝。 我们可以用手指、按摩棒或者一根圆滑的圆珠笔头按压。 会有酸痛感,也可以顺着这个学位往第二趾骨往上推按摩。 2. 三阴胶穴。 位于足内怀间上三寸。 视频,肝,剩三条阴晶的焦点。 以上按摩,每天2到5分钟即可。 关注我,分享更多按摩疗法和食疗方法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